美国国务院的报告表示 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去年发动了1083宗的袭击 是所有恐怖组织当中居首位 报告当中表示 伊斯兰国的袭击行动总共是造成了至少6000人死亡 报告举例说 几十名被夫伊拉克军人在伊拉克北部的一次袭击当中被杀害 美国国务院反恐事务协调员卡伊达洛认为 几里亚正在进行的内战成为吸引了世界范围的恐怖主义分子 卡伊达洛表示 根据估计 截至去年12月 大约有16000名的外国恐怖分子武装人员 从世界90个国家涌向敘利亚 这个数字是超过了过去20年 外国恐怖分子武装人员向其他国家类似集中行动的总和 国务院的报告还表示 去年博科圣地在西非的残酷手段造成了至少5000人死伤 近1300宗的绑架事件 其中包括齐伯克一所学校的几百名女童 卡伊达洛表示 博科圣地和伊斯兰国是同样手段残忍 他们使用石刑 大肆滥杀 以及对妇女和女童施行奴役 酷刑以及强暴等系统性的厄备 对伊拉克以及敘利亚的联合空集 是美国为领导的打击恐怖主义行动的组成部分 但是国务院份言人 阿比就表示 阿比表示 真正的答案就是 美国为领导恐怖主义要靠国际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但靠美国是不可能实现 根本是不可能 国务院官员表示 美国一直是在努力将反恐战略转向 跟一些国家进行更有效的合作 而这些国家是恐怖组织寻求蜡烛的地方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多禁斯 从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